台湾经济社会变迁迅速 老化与少子化的趋势 让家庭结构发生重大的改变 导致现在有许多问题学生的产生 若学校与家庭无法配合时事变迁 青少年则很容易因为社会环境的复杂化 而受到不良的影响 导致青少年的行为偏差 并沦为社会犯罪的工具 因此不论是国家社会或是家庭与个人 都必须要正视青少年行为偏差的问题 今天其实我们谈到非青少年 非是是非的非 行是行为的行 非行少年 其实在讲 其实我们有很多少年的误入歧途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社会应该要给他多多的关怀跟努力 多多的肯定 那学校关怀网也是 其实我们人不可能不犯错 那犯错应该要付出相对应的责罚 之后我相信学校给他更多的肯定 然后什么社会给他更多的鼓励 那相信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能够重回社会 能够找到他自己的一片天 青少年问题涵盖很广 常见的偏差行为如 辍学 逃学 逃家 赌博 偷窃 恐吓等 更严重的还有 遥物滥用包里威胁 处计及自杀等 而这些偏差行为均会对青少年的神性发展 家庭功能 学校教育绩效 以及社会安宁等 构成相当程度的威胁与挑战 对此先月宁方瑜就表示 年轻人是社会未来的主人翁 对于行为偏差的青少年 也呼吁所有的家庭及教育端等部分 都能够多加地表示关心 年轻人可以说是我们社会的中间 也是我们主人 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大家都非常关心我们的青少年 期待他们更好 更优秀 对于一些行为偏差的这些青少年们 我们应该多给予鼓励 关爱 肯定他们一定会变好 当然在我们的辅导机制 还有我们的教育端 我们的学校端 希望说他们能够付出更多的爱跟时间 同时家长的陪伴是相当重要的 先元简千祥林方瑜也进一步地指出 尤其在家庭艺术部分 父母亲扮演着学习与认同的角色 同时也是青少年行为的监督者 希望在空闲之余 多与孩子们聊聊天 关心他们的生活 记住邱秉俊 综合采访报道